这边混凝土就多了 可能这块公式就密集一些 这下面我看我们过去看看 这我发现一个混凝土 看 这有个 这是炮弹壳 从残留下的炮弹碎片 离航推色 这一代当年经历了大面积的炮击 而根据历史资料显示 当年苏军的确对马达山阵地 进行了轮番轰炸 其中一次更是持续了两个小时之久 所以日寇七八六大队的所在地 极有可能就在不远处